今天是12月22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这个盘面可以说让人非常气愤 为什么 跌停潮来了 股灾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今天下跌的原因 跳水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游戏新规的出现 导致整个板块 整个行业出现了一个崩盘性的下跌 而在这种下跌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又可以从中 找到一些猫腻 什么猫腻呢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会出台游戏新规 背后透露着怎么样的秘密 还有就是A股 我们接下来市场重心在那里 如果你看懂了 我觉得大家在接下来行业当中 应该是有机会获利的 有机会回本的 那怎么看 对于今天桥梅这个事件 怎么去解读 还有就是接下来 哪一个方向有机会成为市场重点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今天整个指数跌幅不大 但是个股跌线潮 是用股灾形容是非常贴切的 那为什么会吞进这种情况 在讲具体的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先支持一下 另外一个我提醒大家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 物作为依据 大家看这里 上午的话 在加息 在这个降息利好的加持降 感觉这个一股又什么又快活过来了 对吧 感觉又涨了 但是我后就是吃完饭以后突然就跳水了 这个原因大家都明白 大家现在都听说了 游戏新规出台 导致整个板块的一个发电 可是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在这个出台这个政策 就比如说像传媒板块 把近期出现一波大幅度拉伸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型的走势 其实可能高层在想一旁很大的棋 我说高层在下一半很大棋 是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吗 大家可能会发现 就是当下我们中国的这个经济 确实是不太景气 不太景气对不对 因为经济现实是比较大 你看到处都人说失业了 找不到工作等等 那高层想了很多的办法 扩大消费 刺激经济 但是感觉就是没啥效果 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 现在是存在的一些畸形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看 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话 现在很多是什么 不结婚 不买房 他感觉没有什么需求一样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年轻人 他为什么会这么 会这么安然呢 我觉得很多的原因 跟这个有关系 什么意思 游戏 对不对 很多的年轻人 不努力工作了 不努力工作了 不买房了 不结婚了 然后他沉迷于这个什么游戏当中 沉迷于这个虚拟当中 对不对 以这个虚拟的情况 度过这个时光 所以国家在此刻出台新的游戏新规 我觉得是非常之合成的 非常之兴趣 那随着这个游戏新规的一个出台 导致整个市场的一个什么 相关板块的一个崩盘 一个大跌 也在这里就透露出了一个新的信号 你想想游戏如果出现了大幅度 大跌出现这些重大改变的话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会是谁呢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今天与之相关的板块是不是出现大跌了 比如说互联网相关的一些板块 是不是出现下跌了 互联网相关的板块出现下跌的话 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板 比如说网络直播这一块 是不是也会跟随下跌了 你看短剧游戏这一块 包括这段时间比较强势的互联网电商等等 这些都出现了跟随的下跌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国家经济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改变 大的一个变相 我们的市场可能也形成一个什么 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然后大家接下来要注意的是什么 与之相关的板块 比如说传媒 互联网相关的板块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谨慎 但同时就特度出现一个信号 我们经济在出现不景气的情况下 高层可能会出现大招 那这个大招是谁呢 让我们回顾以往的一个情况 以往我们的经济出现什么 出现不好的时候 出现下滑的时候 其实高层多有一个什么 有两个怎么绝招 一个是大基建 搞这个什么 搞这个桥路 对不对 搞这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房地产 对不对 房地产 那么现在大家发现吧 大基建 我们其实搞得是非常的普遍的 大基建像以前那样 全面建设 感觉也不太靠谱了 那么房地产的话 房地产的话 在现阶段 如果再次大力发展房地产的话 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靠谱 对不对 至于房地产 现在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新洋产业了 对不对 以后我们的房地产 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高层是没有办法了 必须要找到解决的退路 找到解决的思路 另外在全球 我们中国一样 经济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下 很多高层或者很多次 提及过 对吧 消费 对不对 以消费带动这个市场 那是消费 你要先消费 你得有钱了 对不对 那这还记得吧 我们高层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提出了什么 要活跃资本市场 活跃资本市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要想让大家口袋里有钱 股票涨了 股市涨了 大家口袋里有钱活了 你才会去消费 你才会去买买买 对不对 但是几个月下来 我们的市场活跃没有 没有 还在下跌 还在走跌 甚至很多亏的更多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怎么买怎么去参与 对不对 好 大家可能会发现 在今天 应该是在今天早上多家银行出现了什么 降息 那么这个降息降的是什么 降的是存款的利息 我在前面昨天跟大家讲过 20万存银行三年 减了1800 就是少了1800块钱 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躺在银行里面的存款 还是比较多的 钱比较多的 要把这些存款拿出来消费 刺激经济 投资 但是现在问题是 大家工作不好做 大家口袋里钱不多 那么也不敢消费 那么不敢消费的话 就从银行买出来 要你去投资 问题是投资的话 我们的A股 现在这个量子 你说你敢去买吗 你敢去投资吗 很多人说 我宁愿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 零利率 我也不来买A股 这个就说明了一个态度 说明A股当下确实是非常弱势的一个情况 在这种各样的一种打击下 我们的这个市场可以说非常弱 所以我们高层在这里的话 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 一个转向 那就转向什么 一个是什么 刺激经济 就是让年轻人 工作 然后去创业 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措施 会出台一些相关的测试 这个优惠或什么的一个鼓励 另外一个可能会学习 学习欧美股市 或者说学习美股的这些 美国的这些情况 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能够屡创新高 不断的创新高 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美股的这个市值 它几乎都是靠什么撑起来的 都是靠科技撑起来的 对不对 它都是靠科技的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苹果 温远 这些 它表现都非常强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透斯拉 透斯拉是什么 是新年车 汽车这一块的核心笼统 对不对 所以它是靠这些撑起来的 整个国家的经济 或者撑起整个国家的一个股市 但我们中国跟国外 刚好有很大区别 我们国家的这个什么 我们国家的股市主要靠什么支撑 其实我们国家主要还是靠什么 靠这个国有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有企业 比如说中枝头 还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这个证券 比如说北九 这些我们的国家就是靠这些 我们的国家市值就靠这些撑起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明显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北九 北九的话 在经过几年的一个大零失之后 感觉这个北九现在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也是属于一个震大 至少还是属于一个调整期 这个时候你想要白九大涨 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高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这几年 连续几年 北九的整体销量在下滑 而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能够什么 能够出现大幅度进攻吗 大家还知道吧 在前段时间贵州茅台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在整个市场就是北九的销量 这几年连续下滑的情况下 那么茅台要保持它的利润率 对不对 保持它的利润增长 它只能怎么样 提价 还记得吧 在前面这个时候 茅台宣布了涨价 对不对 在这里宣布涨价 它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刚开始还不理解 现在大家就明白了 因为北九的这几年逐五年的下降 销量的下降 导致这个市场出现什么 出现一定的萎缩 你想保持你的利润增长 保持你的继续进攻的话 那么你就是什么 要增加利润 这个利润怎么从价格里面提高 就可以了 做过生意的人多知道这个事 对不对 好了 北九只能说现在是维稳的一个状态 你想要进攻的话 觉得比较难的 现在大家回看一下 在今天上午 包括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先无息 那么消息呢 前面啊 高层不是说要鼓励证券 这个并格重组吧 那么在这两天又出现一个新的 就是鼓励科技重组 现在大家明白没有 这个又回到我们的老套路国家 前面挺长时间说要什么 证券重组打到什么 金融强国 那现在就提倡科技重组 打到什么 科技强国 科技新四 科技新国 所以接下来你要知道 我们的重点或者在哪里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应该往科技这个方向就靠一靠 市场的重心 可能会赢到这个方向去做一个炒作 做个思路 很多人说了 科技这一块 我们重点在哪里 其实科技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以华为为代表的产业链 当然重心我觉得可能还会是在这一个方向 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一块 人工智能在近期出现调整出现沙跌 可能很多人会说 科技内我损失惨重 对吧 人工智能我前期最高损失 到我觉得人工智能是现在是全球的一个什么 一个主战场 记得吧 前段时间我们国家发现了一个人型机器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报告书 对不对 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说明这个板块 这个市场 还有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人工智能板块在接下来行业当中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我觉得调整好的话 大家要保护好这些机会 这也很可能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什么 一个超级的主性品种 当然与之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话 比如说一些板块的话 机器人对不对 那么机器人干领也是值得大家留意这种事 当然你看一下 机器人走势跟人工智能板块 几乎是差不多的一个行情 差不多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 这里他们要 他趋势是上上的 是马上走高的 明显的就是属于一个多头的进攻状态 是不是 就是一个多头进攻状态 所以我们的通常来注意 调整 你看 现在他调整到上面的低位了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快怎么办了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是做技术分析的 一看这个 哎呀 这个感觉是机会 我可以考虑这么做一个低吸博弈的机会 你感觉是不是对有些人说可能是风险 但是对有些人说感觉这个就是机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把握好这一轮的科技浪潮 所以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代表 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注意和重视的 当然与这相关还有一些其他板块 也是都注意和重视的 比如说光靠机 光靠交 都对 比如说6G 全球 现在都在真的创一个制高点 对不对 想这个方向调整后 你比如说6G方向 前期这里出现一波大跌 你这里一波大涨 这里调整 如果说跌到前期低点附近的话 你说这低点附近 那不就又是机会吗 不就又是给你一个恒新上车的机会吗 所以我们得把握好这些什么机会 然后那里出现一波大风访谈 大风访谈的话 你想想你能不能吃肉 肯定可以吃肉 你节奏做对了 你不要做素访了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你说这个位置到我去追高 你这里撒拉撒拉受不了割入 你看人家这里出去放弹 我又追 那这个特别这个思路 就是错了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好 那除了科技类之外 这些之外还有神经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国家一直需要攻破的一个方向 就是芯片类 对不对 我们的芯片 你看近期的芯片概念 是不是也是跌了 那你发现没有芯片概念 它整体的趋势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多头进攻的上行的 让大家看一下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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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不就是低点吗 对吧 这是低点附近 如果它跌在这个位置 我们该怎么办 上车 那么在这个位置 是否从赢的机会反弹了 所以它调整往下压 那么我们就赢了一个什么 一个重的机会 当然除了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之外 我觉得还要重点留一下 就是中字头系里面的一些科技类 要看就是在周五的一个走势当中 有一些票出现一个什么 大幅拉升大幅增长 那么这些科技类的这个中字头 大家说的主要的重点 当然叠加起来更好 比如说它叠加是科技类 叠加科技 以前又叠加军工 对不对 那么这些可能会是接下来的市场的一个焦点 重点大家按这个方向去看 按这个方向去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 一个一个点 如果你把握好了这些细节 把握好这些变化 我觉得在接下来行线当中 大家是有机会获利 或者是有机会获得聚力的 当然一定要记住 节奏决定着你的收益 节奏不对 努力白费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帮大家能够记住